北市立委補選 何時能夠辯論 民進黨吳一農 因為拒絕與對手王鴻威辯論 被批評確戰 但是吳一農今天否認 強調是不信任 王鴻威能夠不噴口水 但是王鴻威也反擊 他沒有抹黑 呼籲吳一農不要污名化辯論 何樂情的選民一起合照 民進黨北市立委補選候選人 吳一農 二十三號在綠營市議員 等人的陪同下 持續四場敗票的策略 由於吳一農 拒絕與國民黨的候選人 王鴻威辯論 被批評是確戰 面對媒體追問 吳一農持續否認 確戰的說法 強調不信任 王鴻威能不噴口水抹黑 面對國家安全的危險 我們提出兵役改革的主張 這怎麼是確戰 機場的問題 連我們松山議員王鴻威 都沒有提出來的 我們也面對面的 來提出具體的主張 跟政見 而王鴻威二三號 則是舉行松山競選服務處的 成立茶會 面對吳一農的說法 他反擊自己沒有抹黑 呼籲吳一農不要污名化辯論 要加強民主基本的選舉 對於二十二號 北市發生一騎小貨車與機車插撞車禍 吳一農跑行程時剛好路過 還停下來查看傷者傷勢 吳一農強調 大家看到路上需要協助 都會去幫忙 對此王鴻威則回應 吳一農確實有照顧受傷的人 只希望一切平安無事 記者陳嘉欣 謝正寧 彭耀祖 中建剛 台北報導